哈囉大家好 這裡是TechTeller科技說 你的科技變成 我是主播Evra 今天我們要來玩點酷東西 就是騷扣跟漫威聯名的 真無線藍牙耳機 還有藍牙喇叭的開箱 那記得要看到最後喔 觀眾福利時間 有醜家 這次騷扣跟漫威聯名的產品 有兩副真無線藍牙耳機 Liberty Air 2 Pro Live P3 還有兩顆藍牙喇叭 是Select 2還有Mini 3 Pro 那聯名的英雄 都是漫威非常經典的角色 有鋼鐵人 美國隊長 雷神索爾 那四個產品 每個都是有三種英雄的聯名外觀 那其中代表圖案分別是 美隊的盾牌 還有索爾的戰錘 還有鋼鐵人的盔甲面具 首先介紹真無線中比較平價的Live P3 那跟原版的一樣 它的耳機外框有特殊的金屬線條 特別是索爾的銀配金屬綠 在棒狀的尾端有不同的搭配 那美隊的是頭盔還有盾牌 那鋼鐵人的是除了盔甲面具 還有Ironman的簽名字體 那索爾的是頭盔跟它的名字 耳機的規格特色是搭載低延遲模式 通透降噪功能 還有AI的通話降噪演算法 那透過騷扣App 可以自由調整喜歡的EQ調音 那除了漫威聯名的三個英雄系列 原版還有另外五種顏色可以選 再來是真無線中比較高階的Liberty Air 2 Pro 它的充電艙正上方印有 英雄的代表logo 那鋼鐵人的超級帥 它的耳機背籍也有英雄的特色圖案 那美隊的是盾牌 索爾的是錘子 鋼鐵人的是盔甲面具 那規格特色的部分是搭載了 L-Day高解析的音頻編碼 支援通透降噪功能 還有Soundcore App可以自由調整 喜歡的EQ調音 那除了漫威聯名的三個英雄系列 原版也有四種顏色可以選 那以上這兩種怎麼選 我覺得直覺一點就是有在玩手游的話 Live P3支援低延遲會比較適合 那Air 2 Pro的話是支援L-Day高解析音頻編碼的模式 所以音質的細節度來說會比較好 那當然我覺得兩副耳機是有價差的 預算也會是考量的重點之一 接下來的藍牙喇叭部分 這次的兩款都算是比較親民的價格 mini 3 Pro的體積很小巧 很適合掛在背包上 喇叭上都有英雄的代表圖案還有配色還原 規格特色的部分是有BaseUp第二代的低頻強化技術 那小小一顆的喇叭輸出功率是6瓦 續航力是15個小時 防水係數是均規的IPX7定義上是可以直接去做沖洗的 但是不建議大家直接丟進水裡啦 如果要丟的話拿起來是要擦乾比較保險喔 那一樣是可以透過Selco App 去調整自己喜歡的EQ調音 Select2的出音孔的地方 就有英雄的代表圖樣 還有它的經典配色 那同樣也是BaseUp第二代的低頻強化技術 它的低音渾厚扎實 那輸出的功率是16瓦 支援NFC的藍牙快速連線 那續航力是20個小時 防水係數也是均規的IPX7 當然也是可以透過App去自由調整喜歡的EQ 至於兩款喇叭怎麼選呢 同樣都是高防水係數也都很輕 所以很好攜帶 那適合外出旅行用 那如果是希望行李可以極簡 我會推薦Mini 3 Pro可以直接掛在背包上 那如果不建議手拿 是在比較大的空間 希望喇叭推的聲音更大聲的話 那我會覺得Select2就比較適合 這一次騷扣跟漫威經典角色鋼鐵人 美國隊長雷神索爾聯名推出的 以紅藍銀色作為主色的藍牙耳機 還有藍牙喇叭 我們之前都有開箱過了 CP值很高 那App的功能整合也讓客製化的範圍更廣 推薦給喜歡漫威英雄系列的朋友們喔 那因為漫威的這個系列 也很適合拿來做聖誕節的交換禮物 為了感謝所有今年關注TechTailer科技說的朋友們 不管你是曾經鼓勵過我們 給過我們建議 或是覺得我們還能做得更好的地方 我們都非常感謝 所以Evra我呢 要來送給大家聖誕禮物 只要訂閱TechTailer科技說的頻道 還有在這支影片的底下留言 你最喜歡的漫威英雄 我們就會在12月20號的時候 抽出一位觀眾 送出美國隊長的Mini 3 Pro藍牙喇叭 那感謝大家看完今天的影片 如果你還想要看鋼鐵人還有雷神索爾的開箱細節的話 記得去蘇惡宇宙還有賴瑞的頻道觀看喔 那提前祝大家聖誕快樂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啦 掰比 那鋼鐵人是除了頭盔面具 還有Ironman的簽字 簽名字題 鋼鐵人的除了 快... 再來是真無限中比較高階的Liberty 誒... 他那個聲音太大了 續航力是15個小時 防水係數是軍規的IPX7 順勵 說回來 點